明明这台雷克莎士570我能挣5万 但是现在要亏10万 你知道为啥吗 新车主我大徒弟搁这儿呢 打算把这台车发到沈阳 我寒格那儿造的10万起步去整备 整备完之后 我徒弟未来三年的住家 就是这台雷克莎士570了 我的执念基本上也让我徒弟完成了 回头我干一个新车LX600就完事了 不要觉得雷克莎士他就开不坏宝贝们 这玩意修一下子也得钱了 一定要记住买二车的时候买公里数少的 我对于我自己买二车的标准 是平均一年跑五千公里以内 如果说这个车是稀缺性的车 那就是平均一年跑一万公里以内 一手车全程记录的这种二手车 我才会自己去把玩 再就是像这种雷克莎士570 现在溢价还是有点高 尤其是车主他不愿卖车 所以很难收 就与这台车举例 车主足足磨了半年 几乎把全国车上问一遍 最后这台车准备修了 实在开不下去了 他才选择去出手 我大徒弟相当于接反响 你们在懂车第二手车里边 一个字形容来讲评论区 你告诉我是什么事 多帮帮我其他视频 指定能帮到你 预计这台车要送到杭格那 整备一个月起步 发动机打散 车壳抬起来 把能换的全部换掉 把不应该整备的 也全部找一遍细节 里外再做个翻新 到时候再给你们分享一下 这么一摊二十万公里的一手 雷克莎士570 一共整备花了多少钱 记得点赞关注